由主教練國加樂領軍的港竹 在星期三晚的第四十一屆省港盃 以4比0的歷史佳積肯贏廣東隊 成功衛冕冠軍 由封車手之稱的加樂sir 認為香港土砲年輕球員的拼搏精神 值得大家欣賞 在一個很短時間就已經0.4球 對我們來說驚訝 我覺得香港人都說了很久 未見過香港隊友這麼夠膽 踢這麼進攻的足球對著我們 這群青年球員雖然被人看低 但他們的拼搏精神 令到他們在場上說服香港的球迷 告訴他們他們是香港的隊友 第一件事是希望防守我們要減少失球 這場比賽亦令香港球迷高夫加樂sir 坐正 擔任港竹主帥一職 加樂sir 坦然這一個亦是他的夢想 這個地方是我們有份的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要有這個想法 去怎樣回饋我們這個地方 我很想為香港的足球做更多 我之前曾經想過 會不會他早一天做到香港隊教練 加樂sir 認為清訓非常重要 他希望香港的父母都可以放手 讓子女去踢球 令這群年輕人都有機會為香港出一分力 Come on come on 對上幾個香港教練都是由外國請回來的 其實香港有很多教練 我覺得很有潛質 很有心 但是我們香港的教練本身都要有這個想法 夢想他早有一天可以成為香港隊的主教練 香港的未來其實是靠清訓的 所以希望多些青年球員 自小要覺得他們是想做職業足球員 還有想代表香港隊踢這些大型的比賽 而且香港的父母也都需要去支持他們的小朋友 跟他們說其實不是一定要做一些很好的 例如去投身銀行街 金融業等等 才能賺到錢 沒有家長的支持 他們不會那麼膽敢去做這件事 而長遠要鼓勵香港足球的發展 加洛sir指政府的支持也都很重要 香港大學上其實有很多我們香港足球的腳印在那裡 如果政府是對香港足球是想支持的話 希望繼續保留我們這個大球場 是很多香港人的回憶 是香港足球的勝地 也是我為何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的其中一個原因 東網記者周遠藍報導